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普羅我們的一個核心目的就是驅動品牌潛力 我們相信品牌內部都有集體智慧 那我們就是一起把這樣子的智慧引導出來透過共同創造 那接下來會用一個影片來讓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是做什麼的 提供怎麼樣的一個服務 《觀察家》的錄影 好 那我们也是从这个2017年2021年呢 得到了自己的IF搬货世界25大品牌建构 以及百大的设计公司的双标章 所以我也透过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定位 透过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支持点 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那这是我的照片可能几年前 现在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对 那我相信品牌就是人的体现了 因为品牌就是很多 刚才讲top down也好 button up也好 其实都是所有的人 那我其实是很相信人的力量 品牌其实是将人来展现的 那我相信这个经营者的特质 必须要透过团队 我们一起来促进人 尤其下一场这个DDG要讲ESG 其实就是所有人怎么样 要促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那我接下来的简报呢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什么是品牌定位 如何选择我们的定位 如何撰写定位陈述 那再来就是三个重点让大家带走 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 因为刚刚Racha讲得非常好 我们定位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一定要先透过盘查 透过这个内部外部 最后到沟通 可是一般的我们的顾客呢 他看到是顾客体验 品牌有一棵树叫 普罗叫做品牌树 那大家看到都是 刚刚这个树上的果实 有刚刚讲的名片 网站 我们的PowerPoint等等的产品 可是在这个树要长得好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树干 跟我们的树根 那其中就是我们的品牌策略 其中品牌的定位呢 就是其中重中之重 我们设立基础的一部分 那品牌策略基石呢 我们从黄金圈来看呢 就是以从why how到what why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这个愿景使命是什么 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相信什么事情 那how呢就刚刚提到的 定位跟个性 我要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差异化的定位 还有不一样的个性 来让别人认识 我们刚刚听到 莱卡就是莱卡 这个就是品牌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定位 那再来就是 我让大家知道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告诉他 我可以给你什么好处 就是品牌主张 我的产品服务 怎么样deliver 你们想要的好处 那什么是品牌定位呢 我来再讲一个 我个人的小故事 中间这个看起来 在15年前我的照片 我讲一个小故事 跟定位有关了 2008年的时候呢 我从英国取得 矿化沟通 国际行销硕士 听起来是很威 我觉得回来之后 应该可以找到很棒的工作 结果2018年 毕业之后我还学贷 回来之后遇到金融的海啸 我是海警第一排 回来还还那个 教育部的贷款 结果呢 我的工 就金融海啸 他们决定撤出台湾 那我的那个行业是旅游相关 旅游就是第一个被打趴的嘛 所以我就要想说 那我在职场上面 有什么定位啊 这个时候呢 我也搬个大师 品牌管理大师 Keller就认为定位是什么呢 定位就是 品牌提供的产品 服务跟形象的活动 在我们的TA目标 客群脑海中 占据了什么样 显著的位置 所以呢 我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我来写了一段 我的这个职场上面的定位 那时候我想要做WAT 我想要去做公共关系顾问 就是公关公司的这个资深专员的工作 那我就写了一段 字很多 我来highlight重点给大家看 据我是从事公关公关行业 潜力十足的好手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样相关的经验 那何以见得呢 因为它有两大属性 这个优点 我可以服务国际跟在地的客户 我也了解媒体属性 口语跟文字沟通能力 是非常好的 那我的支持点是因为呢 我在英国有取得这个硕士学位 所以我有这个国际客户 我可以服务 那我在之前有担任过媒体采访编辑 我可以从媒体的角度 去作为公关的这个专业 所以这两点让我跟大家 与众不同 在求知者中脱颖而出 所以我本来只是去应征一个资深专员 结果聘出来 我就变成这个专案经理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定位写得好 你就可以有办法去 说服你的目标客群 给你更好的价格 就是我的清水 还有你的价值也会被看见 那怎么样选择品牌定位呢 从一开始你要知道你是谁 那谁需要知道你是谁 就是目标客群 那他们在乎你的点是什么 我们提供的好处 那我跟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 类同点 类异点 那其中有一个关键字叫做高关联性 也就是说你的消费者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公司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中间要有关联性的态度 那这个就是消费者想要的 我们品牌能提供的 净品能提供的以外的这个地方 才是我们可以创建强大品牌的地方 那换句话说就是向往性 可实现性跟差异性 我们必须找到中间的位置 所以世界上或是沟通上面看得到的 只是冰山上的一角 还是回到像一棵树一样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定位 先把它找出来 那所以定位是要从前面 盘点面外部的情况 我们专注于本职 然后再找出定位 才可以去延伸出新品牌 跟旗下产品跟服务 发展出各式各样的一些沟通设计 或是活动 所以它是个跨领域跨团队 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 那我这边也列举 十大常见的品牌定位 那这一页呢 其实我不一一赘述 价格竞争对手功能 品质优势 其实比较适合一些 像是2B的 或是新进的品牌 它必须要透过 我比你便宜 我的产品非常好 或是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说 我是新一代的选择 我用比较的方式来 作为这样 刚刚胡总提到说 我要一开始促进 全人类的幸福 可能比较远大 那个要做比较久 可是第二类就是情感 用户 场合 生活方式 甚至文化 就是品牌 如果做到一个地位了 或是它比较软性 我们就可以像 可口可乐就是 我要open happiness 那Patagonia就是说 我要促进 这个世界上的美好 这一些比较高大上的 如果你品牌做到一个程度 或是比较情感驱动的 我们就可以简单这样来运用 那像大景宝谱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也是要费计划 很成功的案例 那这个定位陈述我就不赘述了 我讲它两个定位的 属性的重点 就是他们想要以国际品牌之资 升跟亚洲市场 因为他知道 打欧美可能没办法 打东南亚国协呢 这些地方 我们其实是一个国际品牌的样子 第二个他不想讲产品 他讲他是多元领域 应用贴近用户的角度 他把这两个定位 把它放大 所以就一段影片 看一下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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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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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用耳目一新的精選商品 多元情境的生活劇本 那怎麼樣來呈現呢 主張就是我知道你想要對 幸福生活的一個想像 所以有一個美好的感知時光 那我們的這個mentra或slogan 就是of my own Mia Sebon 因我所選由此不同 那名字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把來自世界各地的 所有的好的東西 Mia有台語的意思 也有義大利文跟西班牙文 Sebon是法文的意思 因為它是混合了一個 國際的一個平台 所以只要是我選的東西 一切都是很好的 也幫他特別做了聲音識別 讓大家特別對他有更多的記憶 那我們策略建議就是基本配備 就是好東西買得到 然後你的服務空間做得好 最後就領先關鍵數位的驅動 還有這個永續的唱意 第一句待會兒會多說一點 那我這邊快快帶過 因為時間有限了 所以在空間呢 我要給你最好的東西 台灣的好禮啊 還有寧度精選商品 那以客為主的服務 還有水果可以自選 甚至帶接牛排 那數位科技驅動呢 甚至有無人結帳 還有這個電子標籤 更詳益環保 以及用飛龍絲雞蛋 友善飼養的方式 去強調他們的一個倡議跟主張 那如何轉型品牌定位呢 基本架構就是對誰來說 我們品牌有什麼樣的好處 我有什麼樣可以相信的原因 不同競爭對手 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圖C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紅字就好了 可口可樂是全球最具代表性 和最受愛戴的飲料品牌 因為我們有廣泛的產品線 滿足不同口味跟場合 而且這個品牌代表快樂跟積極性 我不同於競爭對手 他特別開始講ESG了 我們要回饋社會 並且少對環境的影響 那ToBe的部分Salesforce呢 我們看一下 他一句話定位自己是 全球領先的客戶關係管理CRM平台 我不一樣的地方是 可按照需求客製化 擴展性以及生態系統 那不同於競爭對手 我們是有一套全面的工具跟服務 那ToBe跟ToC的話 可能會問差別在哪 通常是在目標售中 因為不一樣 ToC比較是消費者 所以情感多一點 那ToBe的部分呢 因為要實現企業營運上面的順暢 所以他會講多一點功能啊 產品服務的一些優勢 那另外就是使用的語言 一個比較友好 一個比較技術 比較硬 比較完整 那最後呢 有三個要對品牌定位 我們要帶走的 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非常重要 定位就是這個樹要長得漂亮 不要歪掉的一個骨幹 第二個是 定位真的需要仔細的 前端的研究分析和規劃 剛剛這個Racha也說得非常清楚 那第三個呢 因為市場上變化非常快 以前我們做個品牌 一個Logo動三十年了 現在到我做的時候 七年前就說 大概八到十年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因為數位轉型之後 三到五年就會又再變了 真是搞死大家 所以就是我們必須要 持續的去監控市場環境 內部還有客人的一個需求 我們才能夠持續找到 我們查譯化的定位 那以上是我們所帶來的 品牌就定位的一個精簡的短講 謝謝你的聆聽 那這邊是我們的一些QR Code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掃描 謝謝大家 MING WA